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原來阿積奇可以這麼有氣勢 怎麼有氣勢 人人亢大亂 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玩玩玩玩玩 武林高手 我也猜到是你來的 不用猜吧 一聽就聽到 這麼可愛的聲音 不是呀 花家姐的聲音突然變可愛了 什麼可愛了 什麼意思 馬上扮可愛 進來揚言 我們每個人都扮可愛 真的 直播室在大年初一的黑森林裡 還有我花家姐 我是積奇 還有出體傾 今天我叫阿布 年初一我不用我的別號 王sir 昨天還是什麼王 今天千萬不要說那些 不要說我的別號 壞事不要說 全部好東西 昨天也拜了一個早年 今天就要再拜一次 再拜一次 這些好東西當然可以 圓圓不絕地送給大家 當然要祝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勝義 想那樣得那樣 還有最重要 不勞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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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別人跟我說不勞而往 雖然我覺得這樣不對 但我心底裡 都很希望可以不勞而往 財源廣盡 今天可能大家已經不停打牌 由早打到晚 希望全部都不停贏錢 全部贏錢 黑森林的聽眾贏錢 行不行 即是不聽就沒得贏 不聽 沒辦法 但好東西是要分享的 沒錯 就算不聽就去我們Facebook 點讚一下 是嗎 可以去我們Facebook 留一些吉利說話也可以 也好 那阿Bow有什麼 跟大家說 阿Bow祝大家 可以有不勞而往 我就無本身來 哇 接回你那句 全部的編材位置放在哪裡 沒錯 編材位置放在哪裡 北 買在西藍 買在西藍 正藍正筆 筆就正才 藍就偏才 對了 你突然這麼熟悉 因為我們昨晚做完了 我們拿了很多秘笈回來 你知道嗎 阿KING告訴我聽嗎 對了 沒有 你不用 我不用 因為我怕你分薄了 我們經常一起工作 我有就行了 你今年苦練已經很好運 我比較慘 你這個好拍檔阿KING也不錯 他也特意幫你問師傅 你那個年 苦練 苦練 但好像是年尾一般 苦頭蛇尾 你就蛇頭苦尾 不怕 總之苦練一點都不苦 對 非常之好 熟苦的人一點都不苦 這裡我們三人臨莊 花家姐 出體談和王Sir 都是年三十晚做到年初一 阿波哥哥 做到年初二 阿波哥哥 阿積奇呢 今天是陽年 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是呀 很開心 你有什麼想跟大家說 最重要 陽年一定要出入平安 是嗎 是呀 哪方面呢 方方面都是 所有都是 但是想一下 你今年一定很棒 為甚麼 那陽年你熟虎 就送陽入虎口 你就很棒 不是假裝豬吃老虎 沒有 假裝老虎吃豬 送陽入虎口 對呀 最愛你 這些東西自己送上門 是呀 但阿波作為本命年 本命年 沒錯 有什麼感覺呢 一到我的時候 我是豬 豬年的時候 自己好像萬種竹木 那時候 很明顯阿波是24歲 剛剛好 沒有懷疑過 本命年 真的開心 知道我真實原諒 對呀 二十四歲大 已經五面糊塑 對呀 但是陽年 今年 我們是外國人來的 說話 你不是圓圓嗎 對呀 陳圓圓 怎樣 你陽年 陽年很開心 其實沒問題 本命年 因為其實我叫on duty 我今年裡面叫當席 我當席就比較辛苦 當席應該有利是鬥下 對呀 我小時候熬六年 即是我18歲 一個24歲一個18歲 算吧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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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仔 牛仔怎樣 你剛才說什麼 沒什麼 因為昨天我的月份好 師傅說我 可以等回暈 所以我沒事 我反而逆流而上 更加好 好呀 希望各位聽眾 天丁發財貓 我就是天丁 是不是 真的 我的貓也不能天丁 不要說我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 是不是 千萬不要說 如果有的話 就是意外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多意外 意外才好 意外才好 說到新年 我們配合一下我們節目 說一些怪談 新年奇談 有什麼奇怪 說一下派利是 好啊 都是脆紋而已 聽說你可以說一集 這個已經是最奇怪的 不斷扔幾個出來 當時在電台 從派利是看到眾生上 有些主持 是不是多與少 那樣東西 不是多與少 那些是沒有 話說有某些主持 或者高層 出了名不派利是 或者是很避忌 是不是因為信教 我想不關事吧 不關事 信教不派利是嗎 有這樣的說法 我想是藉口 藉口 又或者派利是 但裏面那個餡 是福音 不是 金句一句 知彼仇近有福句 是一句金句 最好你給我 不知道 但我認識很多信徒 它是收 不派但收 可以收 我想我說的不是 是什麼 其中一個高層 它會有限額的每天 譬如今天派十方 先做才行 先做才行 拿完之後 它會貼一張紙 在門口 嘗試日派完 試日利是派完 明天請早 那些 是不是有派對 很搞笑 有些人都會有些微言 你知肯定是 有人說你沽寒 對嗎 當然 雖然他原本的原因是什麼 不知道 有些人未必因為沽寒 可能覺得 環保可能 可能覺得 我平時跟你很熟 我為何要派給你 你來到我又不給你 又不好意思 即是原則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這樣 一個很有錢的主持 但又是出了名的 很沽寒 你這樣說 通常都是成正的 你這樣說我們會猜 我們會猜 我們會猜 我不會猜 我會猜 提示說到這裡 好 大家經常要思考 如何問他拿來試 因為他每次來到 因為很多人在期待 期待他走過來 好像鯊魚 看看有沒有人過來 可以打他 看到他來的時候 大家雙眼發光 看看他何時走過來 他又不走過來 他在外圍遊翼 自己知道 被開了 他去了第二層 有個同事說 不行 我一定要去問他拿來試 走到他面前 恭喜發財 祝你生意興隆 步步高升 講盡好話 他當時 雙手插在西裝袋上 然後他沒有拿出來 這樣 然後他很不好意思 很尷尬就走了 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拿到他 好像江湖片 插了袋 好像蚊窗 然後就沒有再蚊 所以拿來試 是需要一些誠意 知不知道 感動人 不要說 趴家姐派你少 新年 等於勒索 不是 我覺得最好 就是高高在上那些 自己懂得做 不是 這個由年頭好到年尾 對 所以阿Bow懂得做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派利是不是一些 已婚的人的專利 我真實實例給你聽 我未結婚已經派利是 我說真的 為甚麼 因為私備受盡有福 其實是對自己好的 是嗎 我說真的 我以前不知道這個道理 到我第一年未結婚的時候 走去派利是 我說我派了之後 就發現我來很好 是 竟然 然後繼續 忠善恩得善果 是應該的 因為派利是 你有福利才可以派出去 好啊 我願意幫你 幫你送這個善恩 你記住 不是 我幫你送善恩 這個想法不錯 因為我以前做的福利機構 都有一些 伯伯和嬸嬸 但他們未結婚 都一起同事 但他們都派給我的照 他說我年紀大你那麼多 當然派給你 但你知不知道 在我們鄉下的潮州 是出來工作的 年輕人派給老人家 真的 我不是說大話 你不用問了 如果一個潮州人 在我們Facebook那裡 你們反映一下 是不是這樣的習俗 是不是我老作 好好好 你這樣說我派給你 我是年輕人 我們回來繼續說說 派利是的奇談 你說如果個個都好像阿Bow 這樣的心態多好 施比壽更有福 是不是 難得一次派利是 有一次造福人群的機會 人人開心 你明白嗎 派利是 其實對自己的地位也有提升 是不是 我說真的 真的告訴你 我沒有這麼說笑的 你問我派利是給別人 我會看別人派多少錢 我最大封的利是 當然派給親人 但第二等級的利是 你問我派給什麼人 派給什麼人 我不知道他窮不窮 我以前的公司是一間大的上市公司 我的第二等級的利是 我派給我公司的安保 在門口 在樓下負責按升降機 那個是第二等級的 我還害怕那封的利是 不知道是我的 印著黃字的 收了就知道是我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太多人姓黃了 我說我發現我的待遇 跟老闆級的待遇 是一樣的 他一見到我們已經衝去按升降機 按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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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升降機上幾個樓 一出入他就叫黃先生 他知道我不好 他去過做煲哥 煲哥 他以為是黃老闆 挺好的 所以你會覺得很開心自己的地位 跟大老闆一樣 你知道嗎 我們當時電台 有一個名人 平常我們不會聘請他 怎樣說呢 他是政界的人 我們的節目完全不合契 到新年的時候 就會強行想題材 看看能不能找他 因為他一封利是有500元 是全部人都500元 他每一封利是都是500元 你是不是一定要千方百計請他們做家 一定要 說說說說新年何詞 而且他在利是上面印了自己的樣子 即是財神 Key了自己的樣子 Key了自己 所以去辦財神 部份利是不是全部的 我們真的很喜歡那些嘉賓 那張500元是有印他的樣子的 那又沒這麼說 什麼事 另外還有一個關於派利是的旗談 你覺得是什麼呢 我最近跟一個朋友聊天 他是一些大公司 上市公司 他說他們的開工利是10元 現在很多都是10元 最低消費 然後他說 其實大家都是有一點自己 給自己 我說什麼意思 原來他們公司有一個規矩 每一個月每一個同事 那份薪金會扣起2元 蛤 有2元就扣進福利部的一筆錢 那個叫基金 福利基金 那裏 然後他們出糧 不是 開工利是的時候 就在那裏撥出來給大家 他說他虧了 虧了14元 不是 應該這樣說 一年應該有24元 不是 10元 虧了14元 你這麼快算到 你數一下 很厲害 你數一下 對 這麼簡單的數是你的問題 不是 不是這樣 因為平時有些活動 都是從那裏有些錢出來 你可能覺得這麼少 哪裏夠 其實公司都有 譬如每一年 財政有些 例如bonus 有營業的 都會撥少少進去 不是完全沒有 但你感覺上 明白嗎 好像錢 自己給錢自己 給利是自己 還要虧了 對 真的慘 他說他試過 例如CEO 都是派兩元利是 蛤? 兩元利是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問問我剛才說的 為什麼不派利是 我覺得 顯示自己 你作為一個富貴人家 你顯示自己富貴 出手、闊搶 我告訴你很多 越富貴的人越孤寒 這是事實 不是因為這樣 他不會那麼富貴 雖然可能他們要派很多很多風 但你兩元 人家一看不起來 但他沒理由玩耍的 告訴你 其實有些很有錢的人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孤寒 因為他們一向習慣 是別人給他好處 即是你給我好處 譬如我給你的東西 不是錢上面的東西 是因為我地位得回來的東西 譬如舉例提示 或者一些好處 但不是錢 所以他們不習慣 我為什麼要給你錢 以及我和你三不識七 平時你招呼和同學打聲 我為什麼要給你錢 即是他們會很執著這些東西 所以不要問為什麼 有就有 認識多些阿Bow這些人 就是這樣說 我住那裡 有個Secure 他追著我 有一年追著我 先生 你是不是住在這座的 然後我很生氣 我看著他 你早幾天才追著我 我拿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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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恭喜發財 你今天問我是不是住在這座 有沒有立刻按下他 突然間 你是不是剃了鬍子 然後他很不好意思 這些真的不行 放了我上樓 但其實如果我不是住在這座 又多好笑 真的不行 大一大就可以了 原來這些 在新年的時候 拿了一些利是 大家當然會拿去洗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 很喜歡買零食 小時候沒有錢吃零食 很喜歡買零食 也會吃街邊檔 但現在很少街邊檔 越來越少 買少見少 現在如果最集中 就一定是深水埗那邊 在說新年 因為平時沒有這些流動熟食 突然都飆出來 但新年突然出來了 是否真的不足 應該不足 我想一個星期也不足 但今年好像說 有點特別 怎樣 今年好像說會嚴重 正所謂 桂林夜市 是吧 什麼來的 深水埗桂林街 桂林夜市 每年新年 那裡就兩辣 霸了一條路 人們就在那裡吃東西 小時候我們那些小食 炸魚蛋 臭豆腐 或是你們小時候才會 煎韭菜餅 煎韭菜餅 全部都出來了 是 這堆小販 他只是做這些轉 平時是做其他東西 可能是 或賣其他東西 但只是做這些轉 我真的很懷疑 究竟賺到多少 還有成本效益 特地打一輛車出來 你打一輛車出來 你做一轉 還可以賺回來 那輛車 你做後車 我據說 做完新年這幾天 是可以買樓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我那天在天水圍 例如你去到吃魚蛋 例如你去到維園年少 我沒得說 我在天水圍吃一串魚蛋 他說10元一吋 多少粒 六粒 六粒 OK OK 現時來說 我接受不了 現時來說 還要魚蛋是很小的 還要不要吃 很難吃 吃了一半的骨 但我覺得最奇怪 天水圍有一道地方 晚上有很多流動小販 又不是很多 七八檔 天橋 又不是在屋村外圍 新年期間也是偷雞出來做 不是新年 平時也是偷雞做 但最好笑的是 他周圍都貼著很大張Banner 寫著 切密干固無牌小販 他就在那張Banner前面 擺了一個檔案 你得你 這個叫做延續不合作運動 這樣算怎樣 但當然 我們不鼓勵大家 去干固無牌小販 不鼓勵 但我會吃 新年有時大家放鬆一點 你最懷念哪種呢 小吃 魚肉刺我都很喜歡 魚肉兩溝 魚肉兩溝 魚餝 我不喜歡他溝 我不喜歡他溝 魚肉就魚肉 刺就刺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小時候或現在都很少吃 甚至沒有吃過 因為小時候 我爸爸很嚴格的人 他不能讓我們吃小販 這些有加價 因為覺得比較髒 但你偷雞會吃 還有很喜歡的糖蔥餅 糖蔥薄餅 那些是懷舊小食 膠箱 糖蔥薄餅 就四處都有 現在多了 但我覺得有一種小食 在香港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買 就是那些冰糖葫蘆 很難吃 很難吃 我們現在越來越多內地人移民 來香港 將他們喜歡吃的東西帶來 等於現在都開了很多雞煲 麻辣火鍋 就是這樣 但你們覺得冰糖葫蘆 油麻地 油麻地 如果冰糖葫蘆 只吃麵那一層 我會吃 就這樣吃麵那一層 那裡面就給男朋友吃 冰糖士多啤是很好吃 是嗎 超好吃 可以試一下 好 試一下 以前我小時候 看到一個正方形的盤子 全是油 是炸魚球 那些魚球是白色的 很小的 為什麼我沒有吃過 那個是超好吃 現在是住了職 我沒吃過 我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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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的年代 應該是 那些叫炸魚球 很好吃 我記得一毫子有七顆 我記得 街邊 隔了很多個 大家有沒有留意 賣什麼 那輛車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炸魚球 就是正方形的炸油盤 如果你賣豬腸 蘿蔔那些 就是一個洗腳盤 有沒有留意 那些裝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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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謝謝 我還很好奇你說過 什麼炸魚球 炸魚球 還要小小顆 什麼單挑的臭豆腐好吃 現在的店舖是不好吃的 不是呀 竹羅賣的紅色雞腳 竹羅賣的 有把小剪刀 對呀 有把小剪刀 有人叫Gyro Man 還有豬爾朵 一直叫Gyro Man 你兩位是什麼年代的 我們是時候要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是想說什麼 我們的主題叫做一見發財 不過我們不是說恐怖事 今天我們不說恐怖事 一見發財是說什麼 說尋寶 一見到寶藏還不是發財 聽說真的有發財 當然希望大家新年多發財 我們回到今天開始的話題 一見發財 恭喜發財 我們黑森林 近幾個星期 我們也有說一些寧霧系列 寧霧系列 寧霧 寧霧 前兩天說了武則天的寧霧 我們今天說尋寶的時候 我也想過 因為我看到有些資料 也提到皇帝的古墓 古墓有很多金人珠寶 但因為我們就不想回答 而且今天新年流流 不要說這些 不要說這些 所以我們今天主力是說 一些世界各地的巨民 傳聞有很多寶藏的地方 一些傳聞 這些都挺吸引 我現在聽到 整個腦袋都是金人珠寶 那你想去掘一下嗎 對 那我們不如逐個地方帶大家去看看 這個世界各地 哪裏有金人珠寶 可以去發掘 第一個目的地在哪裡 或者碰一下運氣 但第一個要說的 就是你們應該沒有什麼機會掘到 真的肯定 因為大家本來印象中 金人珠寶應該很多都是海盜 收收賣賣 但大家想不到 世界上最大的強盜 其實是那些皇室成員 這個大英國物館 對 因為 世界賊贓中心 沒錯 因為大家都知道 英國是地球上 現在最古老的王族 而他們也曾經 因為那些英國的皇室成員 都很喜歡金人珠寶 所以有一段時期 就不斷地搜刮世界各地的金人財寶 然後就收藏在他們的皇室裡面 不過他們又不是很隱藏 他們專門擺在最顯眼的地方 例如他們的皇冠 還有那個拳杖 在哪裡 在廁所 全部傷滿了寶石 全部傷滿了寶石 他們每次的加冕儀式 就會拿出來 援繞一番 就像去球 浪費碼頭 每次加冕儀式的皇冠 都要特別訂製 又傷多少顆鑽石 不過雖然 現在英女王做在位這麼多年 就很久沒有這個加冕儀式 應該遲一下就會有 因為聽說他快要退位 是嗎 對 我覺得不會 他說他做厭 他說想退休 終於厭 後來就會有寬別多年的 英國皇室的加冕儀式 大家可能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機會看過這個儀式 原來這個儀式跟最古老的時候完全一樣 原來這個英國的加冕儀式 是一路遵循傳統最久以前的方式進行 每一個細節都是 所以這個已經成為現在 現今地球上最古老的其中一個儀式 而在這個加冕儀式上面 每次那個國王或者女王所佩戴的皇冠 和他拿著那個權杖 都會成為全球觸目的焦點 以前這麼久歷史以來 一有新任 因為有些長有些短 那些皇帝那些 每次新任國王要加冕的時候 全球都會一路爭相報道 這次英國皇室的皇冠 又有怎樣設計 又有多少錢 又有多少鑽石 因為他們要在這裡表演 威一威 所以歷代的皇室 都不停想盡辦法去收集鑽石、珠寶 因為英國以前是很強大的 他們的海軍、軍隊全部都很強大的 所以就算他們不開口 有很多小國的國王 都把自己的國家的真品 自己獻上去給國王室 進貢給他 類似交保護費 一來他不會打 二來他保護一下 我看到那個皇冠 很漂亮 我們可以上去FB給大家看 好 把這些照片上去 上面有一顆叫做 黑王子紅寶石 還有西爾街第二大的鑽石 非洲之星 這個名字很熟悉 是不是 很漂亮 經常的電影都聽到 經常的月月產片都有這個 非洲之星 這個非洲之星厲害 原來有段故事 這個非洲之星是在南非發掘出來的 那時候 還未加工的時候 算是一個 應該是最大的鑽石 它重達3106卡 蛤? 真的多大 3106卡 即是多少錢 說多少錢 我估計當時 寶石界的人 就估值 他應該有75億美元 這樣的價值 75億 即是幾百億港幣 是呀 即是 500多億 對 成八倍 對 500多億港幣 一顆 600多億港幣 因為太大塊 所以應該不可以整塊都打磨成為一個鑽石 那它就打開了 打開了兩塊還是三塊 但最重的那個 叫做非洲之星 都有530卡 難怪經常都說 非洲之星出來展覽 原來有幾顆 原來分開了 其實非洲之星是1905年在南非發掘的 那時候南非還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些人都想 在英國的殖民地發現 即是屬於英國 那他們就要想辦法 怎樣在南非 運送回英國 但那時候 因為這個新聞一出 那些鑽石大道 即是那些 Ocean Eleven 那些 就已經 打開了它 好事丹丹 很多舊的片 其實都有描繪這個情況 那些 那些運送的人員 就不停地想 怎樣運回去才是最安全呢 可不可以請軍隊幫忙運呢 後來有關人員就想 其實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如這樣 就放在廁所 不是放在廁所 不運走 就這樣 包裹很平凡 又不說它是些什麼 又不找人保護 就這樣找包裹寄回英國 真是你猜不到 結果它竟然安全寄回去 因為真的沒有人想過 你會這樣寄 這個 一個月之後 白金漢公收到 皇家的包裹 裡面就是這顆 非洲智 聖辣 好巧 非常巧 後來 劈開幾塊之後 加工的成品 總重量都有1063卡 因為就算3000卡 它不是全部要得 最大的那顆 叫做富里南一號 亦叫做非洲之星 有530卡 這個非洲之星 最後就傷陷在英國皇帝拳杖頂上 這個拳杖上 除了這個最大顆 最醒目的非洲之星 還有其他2444顆鑽石 你說車子到 要不需要 你說那支拳杖 超浮誇 拿不拿得起呢 拿不拿得起這個問題就好了 拿不拿得起這個問題就好了 我覺得拿不起 英女皇手震震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 以前有個英國皇帝 叫做威廉四世 威廉四世國王 1830年加冕 那時候 可以說 可以說出了楊相 出了一個笑話 為甚麼 因為這位 威廉四世 他太貪了 他堅持要把所有鑽石和寶石 都傷到他那頂皇冠 那怎樣戴啊 我知道 戴不了 因為他加冕的時候 很開心 誰知道一個皇冠放進去的時候 他就 口都合起來 笑不出 頸上 頸上 好痛啊 頸上 我猜中了 結果他不是斷頸 他說頂不順 不如中斷一下加冕儀式 真的嚇人真 結果他就 叫做出了醜 這麼大的儀式 全世界觸目的時候 他說 皇冠太痛了 結果是不行的 最後 剝了一隻大牙 為甚麼 咬傷了 咬碎了一隻牙 要不怕黃老太 這樣傷了一隻金牙 就行了 不知道 相關鑽石牙 可以鑽石牙 反正有這麼多鑽石 多威脅 整棚褲都換了 傻的 據估計 現在英國皇室 擁有 二萬二千五百九十九件 的寶石 和其他寶物 但這個實際價值難以統計 因為很多傷在手工精緻的皇冠 權杖上 這些工藝 就不單是他本身的寶石 或黃金的價值 對 還算是藝術價值 對 但這些有價無事 對 有價無事 誰買呢 我想有些收藏家 或是超級富豪 會有興趣放一件在家 對 又或是有空買它回家 我被你拿了武容 又脫不了手 又不可以掃出來 對 你掃出來又危險 對 對 人家說實際嗎 你一掃出來 就是人家知道你拿了 對 最重要是拿了阿威 對 拿威就這樣來 沒錯 就是這樣 這個寶藏 對 但我想這個 就不是我們 這些想尋寶的人 可以打主意 也不是的 很難說的 你想去試一下 你看很多電影 都是這些橋段 又在天花板 掉條繩 避過你的紅愛線監 有沒有一些容易 有沒有一些容易 阿積奇又有一個 關於哪個地方 這個是西班牙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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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這個 都算是在海裡的寶藏 但是 我覺得小友是尋寶成功 是嗎 其實這個寶藏 已經被人打鬧了 上來 打鬧了 還有一些 在手指欄 還有一些聯絡 那你就慢慢大海罵針 不如說說這群人的成功故事 好嗎 我們回頭說吧 好吧 我們又要回到西班牙了 對 那邊有什麼好事 因為這個寶庫 或者這艘船 其實是屬於西班牙 西班牙其實都很粗活 粗活地掠奪一些殖民地的金礦 或者其他稀有的資源 其中一個地方 被西班牙的人開採 經營礦山等等 所以西班牙人一船一船 金銀珠寶就運到西班牙 那時西班牙在南美洲有很多殖民地 南美洲 因為那時覺得那裡有金礦 傳說中 現在是什麼年代 大航海年代 即是16多年 即是17世紀 對 這艘船是阿托卡夫人號 載滿金銀珠寶 在南美回西班牙 這艘阿托卡夫人號 其實是一艘護衛船 為什麼要是護衛船呢 因為西班牙人 運到珠寶的時候 最怕是什麼呢 當然是海盜 所以這艘船有很多炮台 船身有保護鐵片 保護著它 即是好像那個魔導王那些船 炮船 總之誰近身就發射 對 總之這艘船是全船隊最厲害的 火力最強的那艘 所以就把所有的財寶都放在這艘船上 最貴重的一艘船 但他們有炮台在防海 但他們沒有一些工具去防風 這艘船隊就遇到一些巨風 防都一樣 防都一樣 把所有資源集中去防島 我想那時候一六幾幾年 你那時候是風的那些帆船 很大的帆船 你最怕其實真的是颱風 尤其那時候的科技 其實船是木造的 你們被颱風一吹應該都倒了 怎樣都沉 那又是李里山 關什麼事 所以這艘阿托卡夫人號 就馬上沉到海底 因為它是最重的 還要沉得最快 即是遇上大風暴 其他船隊的水手 當然希望能夠救多少 但當他們準備打撈 找到阿托卡夫人號的殘骸 準備去撈的時候 又遇上第二個巨風 真是不幸運 連續兩個風球 連續兩個風球 所以這班想救財寶的人 全部都喪生 真的慘 救人家也出事 剛才所說的就是一六幾幾年 現在就回到1955年 有一個人叫梅爾廢雪 梅爾廢雪是什麼人 他自己自稱是尋寶人 尋寶人 尋寶人 用這個尋寶人做為一個職業 好過說自己是賊 好聽是多少 唉 海盜就是海盜 不是 他是寶物獵人 也可以這麼說 他還成立了一間公司 叫拯救財寶公司 好笑 這個拯救財寶公司 專門在南加州一帶 找到西班牙的沉船 在梅爾廢雪20年的打撈生涯裡 他撈起了六條非常出名的西班牙沉船 很厲害 對 也很厲害 他說打撈就打撈到 每一飛機室試去找他就好 對 因為那個年代很多雙船 其中有一些會沉 在海中心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未被發現 但人家這麼多年前都這麼容易找到 對 當然不容易 當然不容易 但以當年的技術都找到 二十年找六隻 都算要有效率 每找一隻都花了幾十年 錢這麼多 但時間都要 為什麼撈出來的船 全部都很多金雲珠寶 其實他撈起的六隻都是非常有名 但還未撈到這隻叫阿托卡夫人號 其實他是被自己發了一輩子 他說他一定要撈到 這是畢生的志願 對 畢生的願望 就像是馬六合宗 我一定要撈一次 其實不是 我聽完之後這個是陰謀 他遲少說自己未撈到那隻 就還有藉口繼續撈 一直撈就一直有機會賺錢 對 終於了 他在1985年 撈了三十年 對 撈了三十年 再過三十年 在7月20日 終於找到阿托卡夫人號 哇 真的 這些叫什麼 鐵柱磨成針 這些叫鐵柱磨成針 整輩人 一定要找到 一定要找到 是啊 他說他那時候找到 即是拼命找到 每次到海 他懷疑那塊不是石頭 都要用金屬探測器 嘟一嘟它 結果 三十年了 即是 那一帶的海底 每一粒石 每一粒沙 都被他嘟過嗎 都被嘟過 終於找到 阿波 你記得我們上次說的那個 成吉思汗迷 美國的《億萬富翁》 他用了這麼多年時間 住在大幕 都是類似的 都是為了 什麼都找不到 都是未找到 他以為找到 很開心之下 發現都是找不到 是啊 很高調地告訴別人 我這次應該是找到的 應該嘛 都是留的 然後他就很黯然神傷 離開了這個夢圖 對於迷來說是這樣的 有時候不是那個價值 有時候是自己的心理關卡 心願 或者是尋找的過程 不如說一下這個 海底最大寶藏 被稱為 被稱為 究竟有多少財寶 沉船上說 有40噸財寶 不是40件 40噸 是啊 黃金就有8噸 其他寶石都有500公斤 對啊 那怎麼傳報他 所有財寶的價值大約4億 這裡有一幅相 就是他和他家人 拿著那些 金條 金條 金鏈 但是全部都是古代的款式 更加有文物的價值 不過據這個規矩來說 不同國家有不同規矩 不過據這個規矩來說 應該發掘到這些財寶 應該大部分要給那個國家 但是每個國家會有不同的規例 例如說在美國可能會給那個人十分一價值 那個發現者 你找到十億也有1億 對啊 也不錯 4億 4億美元 4千萬美元 所以他有4千萬美元 應該照計 他說那個秦始皇 就要給國家 什麼 只剩幾十元 沒有啊 那個人真可憐 那些秦勇 那個人是無意中發現 對啊 待會回來我們繼續說說世界各地還有什麼寶藏 不要走開 各位 渺渺開心 旺度埋身 養年人人行大話 黑心嵗嵗嵗嵗嵗嵗… 好啦 我們繼續繼續繼續行大運 大家一起行大運 今天帶大家到世界各地去尋寶 剛才我們去過英國 西班牙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地點在哪裡 都跟西班牙有關 但就不是西班牙本土 今次就去到中南美洲 為什麼會說這裡 其實都是跟西班牙有關 因為西班牙當年就是清霸海上 幾個國家 西班牙、葡萄牙這些 是清霸海上 其實英國相對是被他們落後的 其實他們去到南美洲的時候 英國人的技術都是慢慢的 叫做慢車邊 他們去到就做了一件事 他們跟英國人不同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他們去到就主力是搶糧 大家可能聽過馬丘比丘這個地方 將他們屠城 大屠殺 大屠殺 然後搶了所有金 因為南美人特別是儲金 所以搶了各父的金走 但英國人心想 他們沒理由這麼吃虧 讓你去搶 我又搶不到 怎樣呢 他們就縱容海盜 就是你們一打劫 搶完了 一開船就走了 海盜就走來打劫你 黃雀在後 沒錯 就跟你們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水軍打過 好了 在這個時候 因為那時候沒有航空母艦 你一定有個基地 英國人把牙買家 牙買家變成他們的基地 因為那裡是殖民地 就變成他們的基地 海盜的基地 就是有一個地方 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就叫做羅亞爾港 就是牙買家的城市 一個海港 當年停泊這些海盜船的地方 所有海盜都由這裡出發 他得到英國政府的庇護 其實裡面也有部分 根本就是英國的水兵 英國政府去庇護的海盜 不單止 除了庇護以外 還自己有軍隊 就逆裝做海盜 官方的海盜 暗中的軍隊 為什麼這麼像現在香港的情況 暗中出去打劫葡萄牙和西班牙 大家知道當年搶得很厲害 現在整個南美洲 除了巴西說葡文之外 全個南美洲都說西班牙話 證明整個南美洲 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征服了 英國人就肯到口水都流了 這樣的情況 然後打劫他們 打劫他們 全部這些金銀珠寶財物 都放在羅亞爾港 羅亞爾港 我告訴你 只有幾萬人在這裡住 只有幾萬人在這裡住 但是神奇在的地方 你知道有多少海盜在這裡嗎 有多少海盜 幾萬人佔多少海盜 大概有三萬人在這裡住 有六千五百人都是海盜 即是五個裡面 五六個裡面有一個 這是知那些 未計不知道那些 有些是兼職 可能有三分一都是海盜 而其他那些就是海盜的家人 但怎樣辨認它是海盜呢 是不是那些 戴眼罩 那些是海盜 那些是海盜 剛才我們都研究過 為什麼海盜要戴眼罩 嗯嗯嗯 我一直以為 因為海盜經常跟軍隊搏鬥 所以容易刺傷眼 一定是插盲一隻 不是插盲雙眼 但原來有個原因的 有個研究說 那些海盜為何特意要遮住一隻眼 就是因為 原來那些海盜 或者那些水兵 經常都要在甲板 以及入船艙裡面 互相活動 即是有時候要走出來 有時候要下去 因為一入船艙 打埋身肉搏的時候 它就要適應黑暗的環境 所以預先遮住一隻眼 那它到入了黑暗的環境 即是立刻揭開那隻 即是慣了黑暗的眼睛 就容易在黑暗中看到東西 那會不會很混亂 一隻又不適應 一隻又不適應 那不會 因為你可以做過實驗 如果閃時間關燈的話 你應該黑什麼什麼都看不到 要過一段時間 你適應了才看到 所以它就令到一隻眼 長期適應黑暗 即是如果兩隻都戴著眼罩 就走不了路 沒有人會兩隻戴著眼罩 但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怎樣 它這樣很危險 你遮住一隻眼 人為何會有兩隻眼 立體感 沒錯 你遮住一隻就沒有立體感 你拿著西洋劍就刺 就刺不中 你以為自己刺中 原來刺不中 但撕了 即是有第二個見解 為何一定要遮住一隻眼 因為海盜經常都要用望遠鏡去看別人 所以就單起一隻眼 還有古代的望遠鏡通常是一錄 單筒望遠鏡 一錄 單筒 對 強行閉上眼很辛苦 很累 你又說得很通 都對 可能你才是真的 不知道 海盜應該要養鷹帽 不知道 鷹帽不是鷹嗎 鷹帽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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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造型 鷹帽來的 鷹帽來的 看來知道我是海盜 不用打不戰而勝 鷹帽會說 有敵人啊 有敵人啊 說回羅雅爾港 其實他有多少財富 還是現在都不知道 不知道 沒辦法統計 我想說 羅雅爾港 本身是一個雜山地 將打劫回來的金銀珠寶財物 放在那裡 這個島 那些人有錢當然是夜夜新歌 當然是甚麼都做 也有很多妓女 服務海盜 當然一定有 一有錢 那些地方 酒色財氣自然 罪惡在一起 所有罪惡都在那裡 其實 他終於得到天的懲罰 罪惡之成 沒錯 他就在1692年 羅雅爾港發生了一場大地震 然後 然後地震通常連著海嘯 然後把羅雅爾港全天淹 淹沒了 淹沒了 但裡面的市民是無辜的 剛才說過 剛才有三分一已經是海道 有些不是的 有些沒拿正牌的 很難說的 原居民 也有些老弱傷殘 可能只有1千多百是原居民 我想很多都是做非法勾當 例如接妝 即是兒子 媽媽拿去戴 那裡 放心 我想那裡 老人家都是那種 謝謝光顧 那種 整班那些 當地人在做翻譯 你明白 應該都是幫會 那些人 那會不會沒有那些 比如深圳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 有很多賣A貨 珠儀繩 那裡沒有了 全部都是真貨 全部都是真貨 哪時候都賣珠儀繩 其實不僅是海道的物資 因為那裡有很多錢 還有很多人 將世界各地 當時最好的工業品 運過去賣給他們 因為他們有錢 絲綢、香料 英國最新發明 因為那時候 正直是英國工業革命的時代 所以有很多高科技技術 即是現在我們用高短的手機 如果那時候沒有 即是等於現在的高短手機 那那些堅尼數不就很低 那些貧富懸殊不就很低 沒有啊 沒有堅尼是沒有的 每個人都有錢 可能隨時都收到金幣 海道掉下來 那些 到處有錢收拾 沒有人收拾 大家互相欠錢 大家仇恨都少了 大家沒有仇恨去爭 但有天有仇恨 因為你屠別人城去拿回來 這時候都是 有報應 有報應 他收拾不完 浸了三分二 還有三分一存在 不過三分一其實沒有什麼收拾 因為大部分東西沉在七至十一公尺的海底 即是有的 肯定有 到了1959年 亞馬加政府跟一個考古學家 叫做馬克思 他們簽了一個叫做馬克思條約 下去開發 說好怎樣分數 下去開發之後 很神奇 他找到大批的生活用品 還有一些珠寶 但你的價值只有幾百萬美金 這麼少? 照計應該不知道 沒有理由的 你說人多貪心 我們本來幾百萬美金 對我們來說是天文數字 但剛才聽到幾億幾十億之後 現在很少 幾百萬對於幾億來說很少 只有幾百萬美金 然後還要收拾走了 沒有啦 找不到東西 大家信不信 如果這樣一定不信 但是他估計還有99% 可以說是完全未開發 寶物沉在那裡 現在亞馬加政府 仍然有做這個開採 但他從來沒有公佈過 他究竟掘到什麼 即是自己代了 那是他國家的 其實不是他國家的 只是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那當然不公佈 你計算的話 應該是屬於南美洲各個地方 他應該還給南美洲 但不知道還給誰 很慘 那就自己代了 你說到不公佈的財寶 我要帶大家跳一跳去愛爾蘭 愛爾蘭 都無獨偶偶 又是一個地方 不過這個 跟這個海底都那麼隱蔽 在山洞裡面 好像這個 張寶仔和大家有沒有去過 有 有沒有捐過 我有看過一張床寶圖 是嗎 我當年也尋找到床寶圖 你有捐過進去嗎 當然有 你沒有找到我 你找到我有張床寶圖一起去 但我走到門口 我不敢進去 因為我覺得裡面很臭 而且我怕裡面有狗屎 我覺得很難捐進去 另外這個山洞 在愛爾蘭 這個叫丹莫洞 那個洞大很多 還有裡面的財寶 我想應該肯定 張寶仔洞好像沒料到 不是很像 這個就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回來說說這個洞 這個洞 你想說什麼 這個洞 渺渺開心 旺度埋身 楊蓮人人行大王 黑心凍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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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咖啡也喝了 愛爾蘭咖啡 這個單窩洞在愛爾蘭的南邊 叫做Kelkenny County 中文叫做基爾肯尼郡 這個地方據聞都很漂亮 它是一個愛爾蘭最小的城市 是一個古城 這個山洞令這個地方 成為一個旅遊的熱點 因為每年都有幾十萬的旅客 去到基爾肯尼去看這個洞 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首先說一下山洞的闊度 跟張寶仔相差很遠 其實它很大 大很多東西 十二米乘六米 六米差不多兩層樓 兩層樓乘四層樓 樓底很高 這個洞也挺大 裡面的財庫最初大家都不知道 首先說一下這個洞的來歷 原來愛爾蘭人叫這個洞 叫做愛爾蘭最黑暗的地方 或者叫做地獄的入口 因為這個洞 紀錄了一次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因為在1928年西元 即是千多年前 千多年前 又是這個地方跟剛才一樣 人口很少 可能只有幾萬人 當時挪威的維京 大家叫維京 維京的海盜 都出名了 來到愛爾蘭大屠殺 有一次的洗劫 因為他們很狼 跟西班牙人一樣 非常狼 見錢就搶錢 見人就殺人 那些 住在這個地方的 很難讀的 基爾肯離群 真的很難讀 很害怕 因為他們要逃亡 帶了一些家人 大人也有 小孩也有 女人也有 帶了去這個洞 就避難了 剛才說到這個洞也不小 話說 有千多人 就進了這個洞 躲進去 對 究竟是否真的有千多人 就不知道 據聞當時 殺人 那些海盜 就追到這個洞 因為這個城市 不是太多人 所以他們知道 有些人是不見了 可以知道有些人 就逃亡去這個洞 然後那些海盜 就在門口 守住洞 守了幾個月 不是半個月 半個月 然後有些人 就被他們殺死了 衝進去殺死 為何不攻進去 覺得奇怪 他們攻了一段時間 殺了一千多萬 然後有些人 可能在洞裡 他們殺不完 躲起來 躲起來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溶洞 有很多小的洞 大洞、小洞 可能他們找不到那麼多 這樣用煙攻就可以了 最好的方法 它更簡單 手在門口 裡面有很多死屍 結果裡面未死的人 都因為感染 屍毒 感染疾病 瘟疫 餓死了 會不會吃了屍體 維持生命 不知道 變了喪屍 連煙都省了 但他們採取手朱代套的方法 在門口 報了半個月 令到沒有死的人 後來都餓死了 或者感染屍毒 然後他們就一直 這個洞 變成一個遺址 直到17世紀 那些人才敢入洞 看看有沒有財寶 你找不到財寶 你首先找到很多屍體 因為他們說得對 你真是聰明 是嗎 他們找了很多屍體 有很多屍體 但反而賺不到錢 但他們衝過了心理壓力 最初覺得這裡很黑暗 很邪 不敢進去 但最後發現 只有鞋骨 什麼都沒有 誰不知 去到1973年 有外爾蘭國家 官方去找 看看有沒有資料 找到一些銀幣 但很少 找到九個銀幣 九個銀幣 這些是自己的袋子 對 但因為他們知道這裡 曾經發生過一場屠殺 想一些人可以去紀念 裡面喪生的人 於是他們就把這個地方 變成愛爾蘭的國家博物館 但其實裡面沒有什麼 沒有任何財富 只有鞋骨 直到1999年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很特別的事 因為在冬天的時候 這個洞不開放給遊客 因為太冷 是旅遊的淡貴 你知道這些洞裡 有很多遊客去的時候 當然會留下很多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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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人體 人體的遺物 我知道了 明白了 有一個導遊 腳澳那些吧 沒錯 腳澳 還有這個 頭皮 有一個導遊 在這個洞裡 做一些打掃的工作 做清潔 導遊做打掃?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帶領人去博物館參觀 我知道 導賞員 他也希望未來的生意好 不會被人投訴 清潔乾淨 掃走腳毛 那是否國家給錢去呢 我不知道 應該是 然後他掃走一下的時候 他就看到那個牆壁那裡 那個洞的牆壁那裡 有一塊綠色的紙片 好像是 對 好像是 很茶眼 螢光 他就以為是一塊紙 走近一點看的時候 咦 不是紙 再拔出來的時候 發覺 那是一個綠寶石的手牙 是啊 即是說那個洞裡真的有料到 是啊 但由於 你知道這些 埋藏在地底那麼久 其實他都沒有什麼 那個色彩已經差很遠了 暗假都很重要 是啊 後來他很老實 交了給國家 將他的光彩 就要呈現出來 嗯 然後再找找找 因為國家博物館 他們的工作人員 會幫忙去找找 原來你有一隻手牙 應該就不止了 應該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然後掘下掘下 越掘越多 發覺有幾千個 那些股錢幣 一千年前的股錢幣 還有一些銀條 金條 還有一些珠寶首飾 很多 但最特別就是 有幾百粒銀制的扭扣 是 因為估計那時候 那些人逃避海盜的時候 就帶了一些 最政治貴重的東西 就帶了進去的洞裡 連他們衣服上 本來有些銀造的扭扣 都拿下來收起來 就免得被海盜找到 但你想起這個情景 都挺悲壯 你明知道自己沒命 希望把財寶也收起來 都不會被他們搶到 至少可能自己的後袋 在他們找回來 對 但也有人說 會不會是海盜 自己手掛回來 收起來 在洞裡 但我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比較小 我不知道 我就不會這樣收起來 我會拿出來 給海盜求他 放過我 駁一駁都好 那些沒有人性 起碼有條路駁一駁 你太天真了 有錢也要 有錢也要 渺渺開心 旺度埋身 楊年人人行大王 黑心呢 恭喜各位聽眾 楊年繼續走大運和發大財 大家見面都是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開年啦 恭喜大家 初二是嗎 開年飯 你說尋島寶算是橫財還是正財 橫的 剛剛有一個人是用尋寶來做他終身職業 對他來說是正財 你說海盜 打鬧船隻那個人 他自稱是尋寶人 所以是他的正財 但如果我們掘到寶藏的就是還財 你當他註冊為一個職業 你也是正財 開公司說明是尋寶的 是不是正財 尋寶公司自我感覺良好 剛才說的好像很遙遠 有沒有我們有機會掘到的 全部都是歐洲的 說近一點 我們有機會掘到的好 我們主角有很多好東西 對 我給你的數字算一算 好奇 阿king數字很精 我想問你九千億美元 即是多少錢 嘩 即我誠一誠 九千億 應該是七兆港幣 七兆港幣 七兆港幣 至少 我知道香港的外匯儲備 好像是三萬多億 三萬多億港幣 你剛才說的一兆嗎? 七兆 這裡有多少個外匯儲備? 多少個零 很難說 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說這個數字出來 說到九千億美金呢? 全說我們在中國的重慶 國民黨在撤退前收了九千億的黃金 美金價值九千億美金的黃金 在哪裏? 你在哪裏?你這麼緊張 你立刻上去 重慶 買尖沙咀 立刻買哪裏? 他收了重慶 重慶大廈 其實現在 有很多人拿著一張 蔣介石的授權書 走到台灣歷史館的館長 就跟他們說 他們要去拿這些 我都不叫寶藏還是什麼 不知道他們怎樣形容 不知道他們怎樣形容這筆錢 台灣政府就說 我們當然不承認 這些人來拿 過去都說自己是梅花同盟會的後人 梅花同盟會是專門用這些寶藏的 有沒有密碼? 密碼可能就是芝麻開門 沒錯 我講一下寶藏的來源 這些寶藏本身有兩個傳說 我講一下叫為簡單一點 當年國民黨找了很多文資文膏回來之後 就跟隨自己的軍隊一路撤退 因為他跟共軍打敗仗 撤退到重慶做了基地 因為當時共軍炸他們 他們唯有進入山洞裡面 連政府總部也進入山洞 所有財富都進入山洞 全部變成山洞 變成金庫 到他們敗酒的時候 他們沒有猜過自己打敗仗 打得這麼快 是拿不及一些東西走 就走了過台灣 那就賴抵了這些文金 這就是傳說一 傳說二不是這樣 是有計劃地放在這裡 就是當年蔣介石想過 好漢就不吃眼前傀 那就走了 他就把黃金兵分兩路 沿海城市的黃金 就搬到台灣 內陸城市的那些 就搬到重慶的金庫裡面 然後他想著有一天 就一定有機會 捲土重來 捲土重來 就去反攻大陸 有一個計劃名 大家都可能聽過 叫做國綱計劃 這個就是蔣介石想著反攻大陸 那時候 但在國綱計劃裡面 有個計劃書 有計劃的 人家說怎樣做 他先派精雷部隊 去大陸登陸 搶奪西南 先拿重慶回來 拿重慶回來之後 然後就在那裡招兵賣馬 在大陸招兵賣馬 去反攻共產黨 因為他在重慶大把金 但沒有錯 阿積奇說得對 但問題就是 在國綱計劃書裡面 沒有提過錢的來源 他就說去到當地 才去籌集 那你養軍隊 訓練軍隊 去到那裡才籌錢 是不是不合理呢 還有那時候 那是戰亂時代 你在哪裡籌到錢 籌不到 大家都猜 蔣介石在那裡 已經收了錢 只要你有機會 不能回到重慶 就可以來 但剛才說過 有兩條數目 一條數到台灣 台灣那條數 告訴你 真跟白銀是全花的 真的 去台灣的時候 有200萬人 跟了蔣介石 去台灣 過了台灣 那班人要養 最初還沒得到 美國的援助的時候 他們要靠花金條 一直花錢 花到沒有了 差不多沒有的時候 他就向美國求援 美國的時候 在最危急的時間 就幫了他們 變成他們有錢 繼續花下去 但是 我心目的 是很想拿回重慶那一塊 但是重慶那一塊 去到蔣介石 都走了 到了有沒有人知道 聽聞當時只有幾個人知道 那幾個人都走了 究竟有位置在哪裡 不知道 這個秘密有沒有流傳下來 但是傳聞 現在在重慶很多人 都自己在挖 見有防空洞就挖 即是某個山洞裡面 防空洞 因為當時傳說是在防空洞裡面 現在在重慶裡面 很多防空洞 怎麼挖 逢藝防空洞就進去挖 逐個挖 你也可以去的 希望可以挖到 拿個橙去挖 拿個橙去挖 我講完這個 就是軟一點點 我講一個近一點 廣東散 廣東散 廣東散也有近 沒錯 我們這些起碼成本低一點 去到沒有 沒錯 這個你有機會去 你一定有機會去 這個地方叫陽光 陽光市 是不是那些好像豆豉很有名 豆豉 還有做的剪刀 刀、剪刀也很有名 去到那裡 有很大機會去一個地方 參觀 那裡叫做南海一號 博物館 南海一號的博物館 其實就是有一隻宋朝的沉船 打撈上來 那時候新聞也報過很多次 沒錯 這隻沉船裡面有很多瓷器 景德鎮 當年是因為超載 但是我不是想說南海一號 這些瓷器 這些雖然都值錢 但是我想說 南海一號是宋朝的 其實在明朝的時候 有一隻屬於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船 那時候他的責任就是 在東印度公司 在印度那邊 運一些鴉片 過來中國 過來中國之後 賣了鴉片 換了黃金 回到東印度公司 再由印度運回到英國 當年 傳說就是在這個位置 如果是陽光附近 就沉了一隻船 遇到颱風那時候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當年1987年的時候 英國人跟中國政府說 不如我來找我這隻船 因為這隻船是我的 中國政府有得去找 但是他一直找都找不到 因為找都找不到 他用一些很新的儀器去找 但後來就被他探測到 這隻南海一號 他以為這隻是 找錯了 找錯了 這樣就下去 他就放一個樓下去 一樓一夾起一堆泥 泥裡面有一些瓷器 然後再落第二樓 再樓起又有第二堆瓷器 因為在船上有中國的考古學家 他說這些東西是宋朝的 我一看就知道是宋朝 這些東西不是明朝 就不讓他落第三樓 不讓他落第三樓 然後就趕他離開 趕他離開後 就跟大陸政府談判 他就說 不如你建出來每人一半 然後大陸政府就說 我不會跟你每人一半 但你沒有能力建 你沒有這樣的科技 那又怎樣 他就說 沒有這樣的科技 不要緊 我現在沒有 將來可能會有 將來可能會有 他這句說話 20年後是認了 1987年發生 在20年後 2007年 中國政府真的自己打罵 最完整地打罵 最完整地打罵 整隻男女一號罵 但在這段時間 他找人守著船 因為突然間 因為他們趕走了英國人之後 發現有一件這些瓷器 在瑞士的拍賣會裡 拍賣了一億 哇 一億 一件一億 他就發現 為什麼我們這些瓷器 會流出去 對 就證明有人靜雞雞去拿 然後他就報了一個局 就說那裡有水雷 就不讓漁民去拿魚 漁民都不准去 漁民都不准去 就封了那個水域20年 20年後就打罵了它 那些全部無價之寶 真的無價之寶 對 你這艇就打罵了上來 但香港 近一點 我們越說越近 香港其實在N年前 在184幾年 184幾年 184幾年的時候 1845年 不是1845年 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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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是的 都說有六七十年時間 是的 有一艘船都沉了 但到現在 都罵不了上來 居民有很多寶藏 我們回來講 廟廟開心 旺度埋身 兩年人人行大話 黑心嵗嵗嵗嵗… 好 說回一隻 有可能大家會去找到的 而且很適合 很適合 我準備的了 準備了 這個搭船都去到的 就是這個 鄰丁島 很鄰丁的 這個坐大飛去的 鄰丁羊 鄰丁羊 鄰丁羊上面有一個鄰丁島 是的 你們知道在哪裡嗎 屯門 我知道在哪裡 有內鄰丁外鄰 沒錯 就是屯門龍骨灘對出的海面 原來在1945年 當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 有一架船 這是一個雙船 日本雙船 叫白銀丸 下個名叫白銀丸 在這個八月的時候 這一架船準備離開香港 回到日本 上面有些什麼人呢 當然是準備撤離香港的日本軍官 或者一些叫漢奸的人物 幫日本人做事的那些人 沒錯 當中有一個叫廖永青的人物 他在淪陷的時候 他經常欺負負負負負責 去誣衊無辜的平民 說他們抗日分子 安一些不必要的罪名去殺害他們 不知道是否是周天賢 這架船 去到這個鄰丁羊上面的時候 一個雷砍下來 整架沉了 從此在這個鄰丁羊的深海裡 不見天日 這件事是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海難之一 因為這架船上面有800多人 當年只有800多人是救到的 即是死了600多700人 沒錯 當時大家都知道這架船上面 其實有8噸的黃金 當然跟你剛才的數字沒有得比 當然沒有得比 百刀還能夠計得到 當時日本軍官打算帶錢拿一隻走 撇回去 經過這麼多年 有人試過去打鬧 但也無功而還 直到近年 很離奇 是有一個有非製人血統 的一個25歲的青年 他究竟是什麼國籍 不知道 可能是多拉A夢的朋友 他說他姓元 但他是駐香港的 他是香港人 但有非製血統 他做了香港第一手的潛水艇 自製潛水艇 港製 可以不可以 找鐵桶釘釘 他有電池 摩達 他在山東街 不知道 專賣那些 鴨寮街 不是鴨寮街 專賣電汽車零件 那些地方買 當然不可以 要鴨寮街才可以 可能現在的四驅車摩達 當然不可以賣 弄了一架土炮潛水艇 黃色的潛水艇 不知道 夜裡來了 有沒有上台 夏天風扇炸的炸手 他可以潛入海底250公尺 但個人安全 上不上去就不知道 他用了一萬多元 自製潛水艇 人家也有心有力 去撈這個潛在香港的海底寶藏 但當然 撈不撈到 算了 甚麼都找不到 到現在 就在這個零丁羊下 據聞 埋藏著這一堆寶藏 有這麼多一堆黃金 但當年 這件事之後 這個地方附近 就好像變了一個鬼域 有人說 那裡附近很猛鬼 諸如此類 因為有六百多條人命 有甚麼故事 我們有機會說一下 今天我們始終要說一些好東西 說一些寶藏 喂喂喂 剛剛才說的那些 全部好像很遙遠 你要尋寶 至少要下海才行 至少要一萬多元做船 沒錯 但你有沒有想過 有時候走運走到六腳趾尾 我們最後一宗 你意想不到 竟然可以在家裡的後花園找到寶藏 我沒有的 我住十七樓 你們太天真了 有沒有想過 例如我住堂樓 舊屋 我不是第一手業主 可能我在家裡的某個地磚 揭起 可能會找到寶藏 也不太行 廚房無端的 那裡有東西 我只是揭起會被樓下投訴 不知道就看到樓下的人 看上來 這個叫做英格蘭的霍克森寶藏 這裏在英格蘭原來有個叫霍克森的小村莊 這個村莊沒有特別 因為全部都是耕田 種菜之類 很平凡 也不是特別有錢的一個村莊 但在這個村莊竟然發現一個重大的寶藏 因為這裏有一個叫做艾瑞克奴斯的普通農民 他在1992年很近代的事 他本來打算裝修 就請了幾個朋友 幾個鄰居來幫忙 去到這個11月15日 他的房子就裝修完畢了 但其中一個朋友 就告訴老師 他的櫃子不見了 因為這條村都不是有錢 可能櫃子可以用一輩子 那老師就幫他找 我幫你找 那是那個老師動眾的成語 不是 沒事了 那老師就很細心 在他的後花園 不停找找找找 但找不到櫃子 他就想 會不會櫃子 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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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下埋下埋下 為何會這樣想 很奇怪 因為可能要挖來挖去 裝修的時候 可能埋在泥下 於是他就買了一個金屬探測器 於是他就在後花園裡 就啃一下 啃啃啃 然後啃到櫃子出來 他去到中午時 金屬探測器突然 啃啃啃 很厲害 他就想 一定的櫃子就在 於是他就開始掘了 掘一下掘一下 掘到50公分 這麼深的時候 都還沒掘到東西 我想一般人應該算了吧 是吧 50公尺吧 公分 只是50公分 半米 他就繼續掘 因為他繼續啃 金屬探測器 掘一下掘一下 越掘 金屬探測器就啃得越厲害 差不多一米半的時候 差不多都啃了他整個人的時候 他就突然掘到一粒銀幣 掘到一粒銀幣 他一拿起銀幣 咦?無緣無故為何這樣 是一粒古羅馬的銀幣 是一粒古羅馬的銀幣 這麼突然 一粒古羅馬的銀幣 然後有個美女浮上來 說這個古羅馬金白是不是你的 那是美人餘的 無緣無故也有美女 因為這個古羅馬銀幣已經 刪除了 已經變色了 這麼久以來 但是他認得 古羅馬的皇帝頭像 他知道這個應該是古物 應該是類似考古學家的 那不會無緣無故有錢埋在地底 他都想到可能是以前的寶藏 是的 他不停地掘 結果掘到一大堆古羅馬 其中除了銀幣之外 還有幾個是金幣 而且有一些銀幣的湯匙和藝術品 他已經知道 我掘到一些寶藏 這些故事的人 全部都很好 他又很誠實 馬上向薩福克郡的文物管理委員會 報告 為什麼不誠實 我掘到一些古物 其實說真的 你都拿不到手 你都拿到這些東西 找什麼途徑去放呢 就是放不到手 不是啊 在一個故事家撿到村子 都撿到回家 是 這個人是好人 真的跟我一樣 他沒有吸收到教訓 路不實為 經過很多考古學家 專業人士 來幫忙掘 結果掘到14191個銀幣 565個金幣 24個銅幣 以及一些工藝品 手飾 金塊 那些金幣 全部都有99%順道 那為什麼他們都拿回政府 對 全部都拿回政府 他們估計 應該就是有個古代的有錢人 即是 簡直是千多年前 即是西元394年 拿到這筆錢之後 就埋了它 本來這個有錢人 應該稍後要回來拿回來 但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這個有錢人 就出了意外之旅 結果就一直埋著了 直到千多年之後 就被這個人在自己家裡 後花園掘出來 這堆金幣銀幣 因為還保留著 古羅馬的飾養 直到就不能夠用 它表面的金屬價值來計算 直到是一些 叫做無價之寶 直到估計一粒 可能都會賣到一億 即是拿去拍賣的話 因為這個是千多年前的文物 但這些全部都給了英國的國家政府去收藏 但英國國家博物館 就為了這個保密 就給了125萬英鎊給這個保密的發現者 125萬英鎊都應該成10 他是為了保密嗎 即是Confidential嗎 你意思是 對 即是給他錢 即是像獎賞 上次我們不是說 我以為他的意思是為了保密 以為為了Confidential 要給他爸爸 Confidential 他是一個發現者 所以會支付125萬英鎊給他 太少了 但其實也很多 120萬 不少的 一千多萬 不是他自己 一個人分嗎 對 你挖爛我後花園 現在挖到幾尺深 全啊 都估值一億 算了 上次的兵馬俑 其實只有幾十元人民幣 然後還能拿到一份工作 雖然這些錢和寶藏的價格 如果他自己偷偷地收藏一粒就好 是 你說會不會 沒得相比 但這個老師就說 他也很開心 因為就算一元都拿不到 他也不會後悔 因為他已經拿了 但原來還有一個好方法 怎樣 因為之後很多人來這個村莊 打算找找有沒有別的賣了 所以他賣金屬探測器都發財 真的 只買他握手都可以 跟他那麼好運 握手可能都已經 支隊王氣 希望各位聽眾都支隊王氣 今天聽完一見發財尋寶的故事 我覺得人間有希望 揚年有希望 我相信大家都發大財 聽完這個節目就會發大財 我們明晚同樣時間繼續有黑心臨 再次恭喜揚年 大家一起行好運 心上事成 恭喜恭喜 拜拜 拜拜